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早的時候 警方的國安處 大規模地搜捕了超過50名民主派人士 可以說是 自從去年7月實施國安法以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 這50多名人士 同樣地都是曾經發起或者是參加過 在去年7月的民主派初選 根據有線電視的消息指出 這些參加初選的人士曾經簽署一份共同綱領 是涉嫌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至於其中一位被捕人士伍建偉 他發布的直播片段當中顯示 警方說他涉嫌違反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說他在去年參加初選 目的就是為了否決任何政府財政預算案或者議案 從而逼使行政長官辭職 這個行為達到戴耀廷所說的攬炒香港十部曲計劃 大概按照目前已知的指控就是這麼多 實際這件事有幾個面向可以反映 第一就是今次的政治大清算 可以說是針對整個反對派的陣營 而沒有在細分裏面的政治光譜 因為就算參加初選的人士當中 有些政治主張就會比較激進 有些政治主張其實都相對溫和 比如說是民主黨和公民黨的人士 他們對於是否要進入議會裏面 利用否決財政預算案來達到某些目的 他們都是相當有保留的 但他們同樣都在今天的大搜捕當中被捕 至於初選是否促成大搜捕的主要原因 看怕就不存言事 似乎還牽涉到相關的政治主張 因為以前那些建制派保皇黨的政黨 比如說民建聯 工聯會 甚至乎新民黨 都有搞過黨內的初選 現在又不會拘捕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 根據報導所說 國安處的警員 指控這些被捕的人士 就是響應戴耀廷所提出的所謂攬炒十捕曲 我相信跟這個比較多的關係 就多於初選這個行為本身 不過這些大搜捕的行動 本質肯定就是政治性 就算不說這五十多人 曾經組織或者參加過初選 或者是簽署過一些共同綱領 都總是會找到其他的藉口 來執法 所以其實原因都不用怎麼深究 至於說到否決政府的財政預算案或者政府的議案 就變成了一個案情之一 就說他們自在嚴重干擾阻撓破壞 特區依法履行職能 實情就等同於告訴市民 其實這個議會本身都是失去了意義 當一個代議士進入這個議會 原來 他在投某的反對票之前 他就要顧忌 會不會牽涉到國安法的問題 即是說就算一個人進入他的議會當中 都會被綁手綁腳 他的功能已經廢了 剩下的 只有建制派 保皇黨 紫荊黨 又或者是那些 忠誠的反對派 事實上現在的議會也有 走進去做政治花瓶 但實際上發揮不了任何的效果 是有這些人存在 至於將來就算復辦選舉 今年九月的時候 今天被大搜捕的五十多人 就算他們再報名參選 恐怕被DQ的機會都相當大 所以現在就等同於 將整個 反對派陣營 連根拔起 第二件事就是 今天是1月6日 美國時間是1月5日 實情在時間線上 相當敏感 為何會選擇在這一天來做呢 不少的分析都說 趁著美國現在專注於 國會聯席會議上 就沒有空去處理香港的事務 這當然是一個因素 但有些人做評論的時候 往往言不由衷 不敢批評拜登或民主黨 恐怕會影響他們的延後利益 實情就算面對這些問題 往往只是有特朗普的陣營回響 拜登陣營有沒有回響呢 找到一千零一個 就是拜登提名國務卿人選 布林肯 布林肯說什麼呢 說他反對香港出現這些政治拘捕 布林肯說會關注這件事 他就一直關注 這些就叫做什麼呢 TALK IS CHEAP 英文叫做 你講的 你講完之後 你有什麼回響呢 暫時是不見得到 至於拜登本人更加知道 沒有就香港的事務說過半句話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果一旦由拜登上台的時候 那些國際線根本上會淪為空談 大家都會有眼見 看看紐約證券交易所就知道 拜登還沒上台 就已經無視了現屆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 根本上已經是急不及待 要看實那些利益 按照拜登和民主黨的往績 他們過去怎樣的對華政策就已經是一清二楚了 還在說什麼國際線 還是連結誰 還是連結德國肥婆麥克爾 麥克爾也不理你了 已經簽了中歐投資協定 簡直就當你這個新疆問題 或者香港問題是沒有到的 所以 就算說現在1月6號這一天 是敏感的日子 都必須要點出一個基本事實 就是大陸現在也不是怎樣看拜登台戲 也不需要顧忌拜登怎樣的反應 因為看死了拜登 根本惡不出什麼樣子 第3件事 究竟下一步將會波及到哪些人 其實 有幾類人就應該是相對高危的 因為現在 50多名人士主要都是涉及到 曾經組織或者是參與初選 所以 那些協辦過初選 或者是將自己的 議員辦事處 借出來作為這個 初選票站的區議員 就相對來說是高危 因為之前他們就已經被民政處 叫做有些對付的行動 例如扣起了他們的辦事處 開支津貼等等 就說他們 違規使用了這個議辦 另一類是曾經提供過場地 作為票站的黃店 事實上也有不少 所以這些也是高危的 第3類是曾經協辦過初選的義工 相信這三類人士會比較高危 至於60萬曾經參與初選投票的人 我相信就沒有即時危險 大家千萬不要被恐懼支配 我在網上看到有個政客 叫王浩銘 他在Facebook上寫了一句 說夠膽拉初選組織者和參加者 就沒有膽拉投票者 廢 他說這些說話 完全就是多餘 你也要顧及那些曾經參加過投票人士的感受 別人參加這個投票 某程度上都是一種付出 你又不應該放投票者上桌 然後就說政權沒有膽拉他們 政權有什麼沒有膽 膽生毛 國安法給他做膽 怎麼沒有膽 只不過現在這個時候 他有沒有必要拘捕60萬人 事實上就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最主要就是拘捕了頭目的時候 就已經製造了一個白色恐怖 自然那些支持者 都是會陸續 在這個時候說這些說話 又說沒有膽拉投票者 不是沒有膽 只不過是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要拘捕60萬人 就要加重管治成本 對不對 他最主要就是令到那些人做信民 所以我也說過一句說話 一是移民 一是做信民 你說在香港 從政還要去做反對派 恐怕就已經是沒有這個空間 唯一的空間就是可以做忠誠反對派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人是沒有作用的 做政治花瓶自己選入去出糧 根本上都幫不了社會 但是作為一個政客 你也沒理由把那些投票人士放上桌 我認為這些是不負責任的 應該是收回 事實上有些人就已經被恐懼支配了 你還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你只會說上加商 就算鍾建華現在走出來說 曾經參加過初選投票的個人資料 就已經是燒毀了 但是總會有人擔心 再加上在現在這樣的時刻 當然有些KOL就會走出來說 既然組織者和參加者都可以抓的時候 連那60萬個投票者都可以抓 說這些說話就會有點擊 吸引得到聽眾去聽 因為這個就是由情緒主導 就是由恐懼來支配 這些當然是歌蝕的 當然是好聽、對聽的 那你一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有什麼意思呢 只能令到有些市民 他們會受到這些情緒的困擾 實際我就說 那60萬參加投票的市民 是沒有這個即時的風險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政權抓了那50多人的時候 就已經足以達到 一個非常大的槓桿效應 就是令到他背後的60多萬人都這麼閉嘴 他就是想做到這件事 所以他已經運用了一個最低的管治成本 達到最佳的效果 根本上那些極權政府就是這樣 你說會不會說 令到這60多萬人全部都出不了警 或者沒收護照 我想這些就是想太多了 實際說得出這些說話的KOL 就全部都不是住在香港 他本身就已經身處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但是還反過來恐嚇香港的本地人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不是就懂得一味在敲鑼打鼓 又說叫人走爛 如何如何 你有這樣的優厚的經濟條件 走就說 你也要顧及到 大部分的市民 未必有這樣的經濟條件 或者他有一些健康問題 或者他有一些長輩 是要照顧的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有些人也是想身土不移 他不願意離開香港的地方 亦都是大有人在 你要顧及到絕大部分的人感受 才行 不是一邊說這些不等待的東西 天天在東柏林 博什麼 博收視 我真的不需要這些 總之大家覺得對聽就繼續聽 我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你叫我說一些恐嚇的話 我又說不出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